那,这是韩家承诺的,只要你肯放了韩晓。 我临讲,缺这点东西吗? 我也不待见我那个表妹,把韩家看得太高,又蠢又狂,嚣张过了头了。 不过,我来中间说和,也是为了临从。 韩晓万一死在了你手里,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呢? 为了他,不值得。 灵九则点了一根烟,慢慢吸了一口。 谁说韩晓在我手上,如果你们有证据,尽管交给警局,让他们来找我。 我知道灵总不怕,别说现在韩家没有证据,就算有证据,也没有人敢找灵总的麻烦。 但万一,韩家被逼急了,像恶狗一样盯上灵总,您被咬一口,伤不到根本,也会疼两天不是吗? 那我就连狗一起伤? 火肉没猜错,韩晓惹了苏西是吗? 她把苏西怎么了? 这和你无关。 我的女朋友,怎么会无关呢? 不如我亲自去问问她,需要怎么样才能解气? 沈明,你最好离她远点。 如果真的是因为苏西,韩家人早晚会查到她身上。 韩家是不敢把灵总怎么样。 但是苏西呢?她一个学生,你能二十四小时时时时刻刻地看着她吗? 他们敢? 韩晓是我姑姑唯一的女儿,为了女儿,她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 好,我把韩晓还给韩家,但是是死是活,我就不能保证了。 她自己作死,在灵总手里能不能活下来,看她自己的命。